紀錄大華議員 林立學長 報演會 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討論四項第一案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並增列委員承判例等17人領居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八案 會議由徐召集委員志忠擔任主席 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等機關 代表分別議要列寫說明 與會委員於聽起說明及詢答後 對反案進行主條審查及緻密討論 經在場委員充分溝通交換件後達成共識 將檢案審查完聚 令通過附帶決議四項 原經決議並按擬聚審查報告提報約會 本案與約會進行惡渡前需交黨團協商 約會討論本案時由徐召集委員志忠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徐委員志忠補充說明 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需交由黨團協商 另外委員蔣萬安等擬聚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三條 及第五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行政院含情審議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均今本會期第六次會議決定 禁戶二讀與相關提案並按協商 報約會本案現已完成協商 請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法案名稱 1.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等46案 2.行政院含情審議 3.委員蔣萬安等16人理據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 協商時間108年3月25日 協商地點群銜樓802會議室 協商結論 1.協商通過條文如下 1.審查會原保留條文第97條 第112條之一予以修正 2.審查會通過條文第13條 第21條之一 第53條 第56條予以修正 2.通過附帶決議項 3.其餘軍照審查會結果通過 4.減負本案之立法說明一份 主持人徐志榮 協商代表鄭雲鵬 陳超民 李艷秀 葉宜金 廣畢林 蔡培會 陳敬民 吳智陽 何欣存 張啟成 吳玉琴 蔣萬安 陳一鳴 劉建國 柯建民 王玉民 吳坤玉 蕭美琴 陳曼麗 羅智政 邱太元 徐永明 李立芬 張廖萬間 林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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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成一傑 李鴻 周成秀霞 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意 吳議本案主條討論時 敬意協商結論處理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七條為此現行條文 第八條為此現行條文 請宣讀第十條 主管機關 已以首賞為周期人 邀請兒童及少年福利相關學者或專家 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代表 兒童及少年代表 協調研究、審議、諮詢及推動兒童及少年福利專策 前上兒童及少年福利相關學者、專家、 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 兒童及少年代表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宣讀完畢 第十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十三條 第十三條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應進行六歲以下兒童死亡原因回溯分析 並定期公布分析結果 主管機關 應每四年對兒童及少年順興發展 社會參與、生活及需求現況 進行調查、統計及分析 並公布結果 宣讀完畢 第十三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第十六條為此現行條文 徵定第二十一條之一 主管機關應對被收養兒童及少年 出養人、收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 提供尋親服務 必要使得請求護證、警證或其他相關機關 或機構協助 送請求知機關或機構應與配合 主管機關得以被收養兒童及少年 出養人、收養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 之請求提供心理、醫療、法律及其他相關諮詢 請轉介服務 宣讀完畢 徵定第二十一條之一 照協商條文通過 第二十五條為此現行條文 第二十六條之二為此現行條文 第二十八條為此現行條文 委員張宏露等提案第二十八條之一 不以增定 第三十三條為此現行條文 請宣讀第四十一條 第四十一條 為去保兒童及少年制遊戲及休閒權力 促進其身心健康處法律令有規定外 高級裝頂向學校學生每週學習結束 因依中央教育主管機關訂定至課程綱要規定 其課業輔導課程依各級教育主管機關制法令規定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邀請兒童及少年事務領域之專家學者 民間團體代表兒童及少年代表 參與課程綱要制設計與規劃 宣讀完畢 第四十一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四十三條 第四十三條 兒童及少年不得為項列行為 一 吸煙飲酒絕檳榔 二 適用毒品非法適用管制藥品 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 三 觀看閱覽收聽或使用有害其身心健康之暴力 血腥色情猥褻賊賭博士出版品 圖畫錄影節目帶影片光碟 詞片電子訊號遊戲軟體 網際網路內容或其他物品 四 在道路上禁食禁忌或以蛇行等危險方式架設或參與其行為 五 超過合理時間持續使用電子類產品 至有害身心健康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 兒童及少年之人 應禁止兒童及少年為前項各款行為 任何人均不得販賣交付或供應第一項第一款之第三款之物質 物品於兒童及少年 任何人均不得對兒童及少年散佈或播送第一項第三款之內容或物品 宣讀完畢 第四十三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委員楊振武等提案第四十七條之一不以增定 第四十八條 維持現行條文 請宣讀第四十九條 第四十九條 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不得有效力的行為 一 遺棄而身心對待 三 利用兒童及少年從事有害健康等危害性活動或欺騙之行為 四 利用身心障礙或特殊心理兒童及少年工人參觀 五 利用兒童及少年刑企 六 鋪圖或妨礙兒童及少年接受國民教育之機會 七 強迫兒童及少年婚嫁 八 拐騙 綁架 買賣 直押兒童及少年 九 強迫引誘 融流或媒機兒童及少年為猥褻行為或信交 十 供應兒童及少年刀械 槍炮 彈藥或其他危險物品 十一 利用兒童及少年拍攝或錄製暴力血腥 四 色情 猥褻性交或其他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之出版品 圖畫 錄影 節目 帶影片 光碟 磁片 電子訊號 遊戲 軟體 網際網絡內容或其他物品 十二 迫使或幼使兒童及少年處於對於生命 身體意義發生 立即危險或傷害之環境 十三 帶領或幼使兒童及少年進入有愛其身心健康之場所 十四 強迫引誘 融流或媒介兒童及少年為自殺行為 十五 其他隊友同期少年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 前項行為禁止 強勢縣市主管一 第九十七條規定採發者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 採發資料 供政府機關購集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統一制機構 法人或團體查詢 宣讀完畢 第四十九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五十三條 第五十三條 醫事人員 社會工作人員 教育人員 保育人員 教保服務人員 警察 司法人員 移民業務人員 護照人員 村里 幹事及其他執行的同期少年福利業務人員 於執行業務時執行的同期少年有下列的情形 第一項藏所之適應 三 遭受第四十九條 第一項各款之行為 四 有第五十一條之情形 五 有第五十六條 第一項各款之情形 六 遭受其他傷害之情形 任何人之心而同期少年有前項各款之情形者 得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於執行或接或通報前而向案件時 應立即進行分級分類處理 致持不得超過24小時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 第一項各款案件後 應提出調查報告 第一項及第二項 通報卵制身份資料 應與保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提出第四項調查報告前 得對兒童及少年進行訪視 訪視顯有困難或兒童及少年刑方不明 經警察機關處理 尋常未果 受有份罪嫌疑者 得經司法警察機關報起 檢查機關處理 第一項至第四項 通報分級分類處理 調查與其作業切成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駐管機關定資 宣論完畢 第五十三條 照協商條文通過 第五十四條 第五十四條 醫事人員 社會工作人員 教保人員 保育人員 教保服務人員 警察 司法人員 移民業務人員 戶政人員 村里幹事 村里長 公益大社管理服務人員 及其他執行而統計少年福利業務人員 於執行業務時執行六歲 下兒童為依規定辦理出身登記 預防接種或兒童及少年家庭遭遇經濟 教養 婚姻 醫療或其他不利處境 至兒童及少年有畏或適當照顧之餘 應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接獲前項通報後 應對前項家庭進行仿視評估 並是其需要結合警政 教育 護政 衛生 財政 金融管理 勞政 移民 或其他相關機關提供生活 醫療 救學 托育及其他必要事協助 中央主管機關為蒐集 處理 利用前條及第一項義務所需之必要資料 得駕醒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供之 受請求者有配合提供資訊之遺物 第二項房是嫌有困難或兒童及少年刑方不明 經警察機關處理與刑察未果 遂有犯罪嫌疑者德金司法警察機關報警檢查機關處理 第一項通報攬制身份資料應與保密 第一項至第三項通報協助資訊縮及處理 利用查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奔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資 宣讀完畢 第54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委員王玉銘等提案第54條之二不予增定 請宣讀第56條 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進行之一者 取消是縣市主管機關英語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 必要使得進行緊急安置 一 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 二 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 三 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率性虐待 買賣折壓或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 四 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 難以有效保護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已有前校各款 進行事之一者 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 經多元評估後加強保護安置 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前二項保護安置 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時 得請求檢察官或當地警察機關協助之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評估第一項各款兒童及少年之生命 身體或自由有立即危險或有危險之餘者 應移送當地司法警察機關報警檢察機關處理 第一項兒童及少年之安置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辦理家庭寄養或交付適當之親屬第三人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安置機構教養之 宣讀完畢 第五十六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第五十七條維持現行條文 第五十九條維持現行條文 第六十條維持現行條文 請宣讀第六十二條 第六十二條 兒童及少年因家庭發生重大變故 致無法正常生活與其家庭者 其父母監護人利害關係人或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得申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安置或輔助 前向安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辦理家庭寄養 交付適當住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安置機構教養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寄養家庭或機構 以第一項規定在安置兒童及少年之範圍內 請使負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 第一項之家庭情況改善者被安置者同期少年 仍得返回其家庭 並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敘語追蹤輔導至少一年 第二項及第五十六條第五項之家庭寄養 其寄養條件程序與受寄養家庭之資格許可 督導考核及獎勵之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資 宣讀完畢 第六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委員李立芬等二十三人 委員李立芬等二十五人分別提案 第六十二條之一均不以增定 委員李立芬等提案第六十二條之二不以增定 請宣讀第六十三條 第六十三條之下是縣市主管機關 依第五十六條第五項或前條第二項 對兒童及少年為安置時 應受寄養家庭或安置機構 提供兒童及少年必要服務所需之生活費 衛生保健費 學責費 代收代本費 及其他與安置有關支費用 得向服養義務人收取 其收費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資 宣讀完畢 第六十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六十四條 第六十四條兒童及少年有第四十九條 第一項或第五十六條第一項各款情勢 或屬目睹將領暴力至兒童及少年 經至強市縣市主管機關立委保護個案者 該主管機關應於三個月內提出 兒童及少年家庭處育計畫 必要時的委託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團體辦理 前向處育計畫得包括家庭功能評估 兒童及少年安全與安置評估 親指教育心理輔導精神治療介癮治療 或其他與維護兒童及少年或其他家庭正常功能 有關之協助及福利服務方案 處育計畫之實施兒童及少年本人父母監護人 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或其他有關之人應於配合 第一項之保護個案及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之人 變更逐取所獲通訊方式 並告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現兒童及少年刑方不明 經警察機關處理以尋常畏骨 設有犯罪嫌疑者 得經司法警察機關報警檢查機關處理 宣讀完畢 第六十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七十條 第七十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就本法規定是向必要時得自己或委託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團體或其他適當之專業人員 進行訪施調查及處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其委託之機構團體或專業人員 進行訪施調查及處理時 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 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 施展、僱主、醫師人員及其他有關之人應於配合 並提供相關資料 該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請求警政、護政、財政、交易 或其他相關機關購協助 述請求之機關購應於配合 為辦理各項兒童及少年保護 補助與輔助業務所需之必要資料 主管機關得恰請相關機關購團體法人或個人提供之 受請求者有配合提供資訊之義務 主管機關依前二項規定所取得之資料 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確實辦理資訊安全集合作業 其保有處理及利用 並應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 宣讀完畢 第七十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增定第七十條之一 第七十條之一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獲受其委託之機構 團體專業人員進行前條訪式 調查及處遇遭拒絕合理懷疑 而同期少年有危險危險之餘 或有客觀事實任有必要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請求 警察機關對於住宅建築物或其他處所 為及時強制進入或為其他必要處置 警察機關得以前向請求派員 執行即時強制進入 執行市應主動出示身份證件 並得詢問關心人 宣讀完畢 增定第七十條之一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委員 中孔 少等提案第七十條之二 故以增定第七十五條為此現行條文 請宣讀增定第七十五條之一 第七十五條之一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配合國家政策 委託非引力性職法人辦理拖鷹裝新 早期療癒機構、安置及教養機構 需要國有、土地或建築物者 都有國有財產管理機關以出租方式提供使用 其租金基準按該土地及建築物 當其依法應繳納支地價稅及房務稅寄收年租金 宣讀完畢 增定第七十五條之一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七十六條 第七十六條、第二十三條 第一項、第十二款 所稱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指張收國民小學階段學童 於學校上課以外時間所提供之照顧服務 前向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等由各該教育主管機關指定國民小學 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 或由商站市區公所私人團體申請設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辦理之 前向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 與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職 申請設立收費項目 用途與基準管理設施設備 改制人員資格與不是任職認定通報 資訊蒐集查詢處理 利用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定職 指向市縣市主管機關為辦理兒童客戶 政務顧服務班及中心應召開選議會 由機關首長或指定之代理人為召集人 成員應包含機關代表、教育學者專家、家長團體代表、婦女團體代表、公益教保團體代表、勞工團體代表、 與兒童及少年福利團體代表等 宣讀完畢 第76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77條維持現行條文 請宣讀增訂第77條之一 第77條之一 圖鷹中性鷹裝設監視錄影設備 前向監視錄影設備之設置、管理與設錄影音資料之處理 利用長月保存方式與期限及其他相關事項執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職 宣讀完畢 增訂第77條之一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81條 第81條 有下列情勢之一者不得擔任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負責人或工作人員 依存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之罪 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之罪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之罪 兒童及少年性博取防治條例之罪 經緩起訴、處分或有罪判決決定 但未滿18歲之人犯刑法第227條之罪者不在此限 二有第49條第一項各款鎖定行為之一 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三有客觀事實任有傷害兒童、少年之餘 經主管機關認定不能執行職務 四有客觀事實任有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行為 經有關機關購學校查證屬實 有前項第二款或第四款之行為 不得擔任負責人或工作人員之期間 由主管機關審酌情節嚴重程度認定 第一項第三款之認定 應由主管機關邀請相關專科醫師、兒童、少年福利及其他相關學者、專家組成小組為之 第一項第三款原因消失後 仍得一本法規定擔任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負責人或工作人員 主管機關應主動查證 同情少年福利機構負責人是否有第一項各款情勢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聘雇工作人員之前 應主動查詢 受請求查詢機關應協助查譜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聘雇工作人員前 應檢據相關名冊資格證明文件一本 且結束健康檢查表印本最近三個月內核發至警察刑事記錄證明書 及其他基本資料報主管機關核准 主管機關應主動查證病的派員檢查人員異動十一筒 現職工作人員有第一項各款情勢職義者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應及停止其職務 並得予以調職之前令其退休或終止勞動契約 會辦理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第一項各款不適任資格之認定 資訊蒐集處理利用查詢及其他相關事項資本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資宣讀完畢 第八十一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增訂第八十一條之一 有下列情勢之一者不得擔任兒童客戶照顧服務班 及中心之負責人或工作人員 一 層份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之罪 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之罪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之罪 兒童及少年性不需防治條例之罪 經緩起訴處分或有罪判決決定 但未滿十八歲之人犯行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罪者不在此線 二 有性侵害行為或有情節重大之性騷擾性霸凌 第四十九條第一項各款鎖定行為之一 經教育主管機關查證屬實 二 有非屬情節重大之性騷擾性霸凌 第四十九條第一項各款鎖定行為之一 教育主管機關認定有必要予以解僱或解僱 並審著案件警戒認定一年至四年不得聘用或僱用 四 有課外事實任由傷害兒童少年之餘 經教育主管機關認定不能執行職務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之負責任由前項各款鎖試之一者 教育主管機關一費指請設立時刻 第一項第四款去認定應有教育主管機關邀請 相關專科醫師、兒童及少年福利及其他相關學者專家組成小組為之 第一項第四款原因消失後 仍得依本法規定擔任兒童課後 照顧服務班及中心之負責任或工作人員 教育主管機關應主動查證兒童客戶照顧服務班 及中心負責任是否有第一項各款情勢 兒童客戶照顧服務班及中心聘雇工作人員之前 應主動查詢受請求查詢機關應協助長夫 兒童客戶照顧服務班及中心聘雇工作人員前 應檢據名測並檢付資格證明文件印本 切寫書健康檢查表印本 最近三個月內合發出警察刑事記錄證明書 及其他相關文件報教育主管機關核准 教育主管機關應主動查證並得派員檢查 人員異動時異同但現職教師兼任職工作人員等免付相關文件 現職工作人員有第一項各款情勢之一者 兒童客戶照顧服務班及中心應急停止其職務 並得予以調職資且令其退休或終止勞動契約 兒童客戶照顧服務班及中心辦理第一項各款不適任資格 而就認定通報資訊搜集任職前與任職期間 就查詢處理利用及其他相關稅廠資本法 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定之 宣傳完畢 徵定第81條之一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89條 第89條違反第21條第三項第53條第5項第54條第56條第66條 第二項或第69條第三項而無正當理由者 除新台幣2萬元以上10萬元相反環 宣讀完畢 第89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90條 第90條違反第26條第一項規定為辦理居家式托育服務 單記者除新台幣6000元以上3萬元相反環並命期限期改善 即期為改善者除新台幣6000元以上3萬元相反環 並命期於一個月內將收托兒童予以轉介 未能轉介時由自家設縣市主管機關協助轉介 前項限期改善期間除新台幣6000元以上3萬元相反環 並協助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 依家長意願轉介且加強訪事輔導 局部配合第一項轉介之命令者除新台幣6000元以上3萬元相反環 除新台幣6000元相反環 並應強制轉介其收托至兒童 第一項限期改善期間 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不得增加收托兒童 違反者除新台幣6000元以上3萬元相反環 並得暗次處罰 指向市縣市主管機關並應強制轉介其收托至兒童 違反第26條第四項規定 或以第五項鎖定辦法有關收托人數登記或輔導結果 列入應改善而藉其為改善至規定者 除新台幣6000元以上3萬元相反環 並得暗次處罰 其情節重大或經處罰三次後仍未改善者得廢紙期登記 經依前項廢紙登記者自廢紙 之日期一年內不得辦理登記 為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 違反第26條第四項規定 不依直下施縣市主管機關之命令 停止服務者處新台幣6萬元以上30萬元相反環 並得公布其新名 宣題完畢 第九十條造審查會條文通過 委員張宏露等提案第九十條之三 不以爭定 請宣讀第九十一條 第九十一條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 違反第四十三條第二項規定 期間嚴重者 除新台幣1萬元以上5萬元相反環 販賣交付或供應酒或檳榔與兒童及少年者 除新台幣1萬元以上10萬元相反環 販賣交付或供應毒品 非法供應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 與兒童及少年者 除新台幣6萬元上30萬元相反環 販賣交付或供應有關暴力寫心色情或猥褻出版品 圖畫錄影節目帶影片光碟電子訊號 遊戲軟體或其他物品與兒童及少年者 除新台幣2萬元上10萬元相反環 違反第43條第4項規定者 除新文職異第45條及第93條規定辦理外 除新台幣5萬元以上25萬元相反環 並公佈結姓名或名稱及密集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的案次處罰 情節嚴重者並得由主管機關引擎 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勒令停業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宣讀完畢 第91條造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95條維持現行條文 請宣讀第97條 第97條違反第49條第一項各款規定 追憶者除新台幣6萬元上60萬元相反環 並得公佈其姓名或名稱 宣讀完畢 第97條造協商條文通過 第100條 第100條醫師人員 身外工作人員 教育人員 保育人員 教保服務人員 警察 司法人員 移民業務人員 護照人員 村里 幹事 或其他執行兒童 結束年福利業務人員 違反第53條第一項通報規定 而無正當理由 處新台幣6千元上6萬元相反環 宣讀完畢 第100條造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102條維持現行條文 委員李立芬等提案第102條之一 及第102條之二 均不予增定 第104條維持現行條文 請宣讀增定第105條之一 第105條之一 同期少年福利機構違反第81條 第5項或第7項規定者 由設立許可 機關署新台幣5萬元以上25萬元相反環 並命期限期改善 借其為改善者得案次處罰 必要時並命期停任貨費 指其設立許可 宣讀完畢 增定第105條之一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增定第105條之二 第105條之二 兒童客戶照顧服務班 及中性違反第81條之一 第5項至第7項規定者 由教育儲吻經文儲負責任 新台幣5萬元以上25萬元相反環 並命期限期改善 借其為改善者得案次處罰 必要時並命期停任貨費 指其設立許可 宣讀完畢 增定第105條之二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107條 第107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兒童客戶照顧服務班 及中性違反第83條 第1款至第4款規定 其行追責 由設立許可主管機關儲信台幣 6萬元以上60萬元以下反環 並命期限期改善 借其為改善者的案次處罰 情節嚴重者得命期停辦 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或停辦並公佈其名村級 負責任姓名 未經許可從社同及少年福利機構 或兒童客戶照顧服務班 及中性業務 經當地主管機關或教育主管機關 以第105條 第1項規定命期限期改善 限期改善期間有第81條 第1款至第4款規定 情形追責者 由當地主管機關或教育主管機關 依前項規定辦理 宣渡完畢 第107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108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或兒童客戶照顧服務班 其中性違反第83條 第5款至第11款規定 之一者 或依第84條 第三項組定辦法 憑建委平等或定等者 經順利許可主管機關 命期限期改善 藉其為改善者 儲新台幣3萬元上 30萬元 向法環病的案次處罰 情節嚴重者 並命期停辦 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並公佈其名真 以前二條及前項規定 命期停辦 拒布遵存或停辦期限 藉其為改善者 設立許可主管機關 應廢止其設立許可 宣讀完畢 第108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112條 維持現行條文 請宣讀 增訂第112條之一 第112條之一 全年人故應對兒童 及少年犯兒童及少年 性播出防治條例 刑犯妨害性自主罪章 殺人罪章及傷害罪章之罪 而受緩刑宣告者 在緩刑期內應付保護管束 法院為前項宣告時的 委託專業人員團體機構 評估 儲險無必要者為 應命被告餘父保護管束 期間內遵守下列 一款或數款事項 一 禁止對兒童及少年 實施特定不法侵害之行為 二 完成加害人處於計畫 三 其他保護被害人之事項 犯低項罪之受刑人 經假釋出獄赴保護管束 准用前項規定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應會同法務主管機關 訂定加害人處於計畫規份 其內容包括下列各款 一 對加害人實施之任之 教育輔導 心理輔導 精神治療 進癮治療或其他輔導治療 二 處於計畫之評估標準 三 司法機關及加害人處於計畫之執行 機關構建制連續及評估制度 四 執行機關構之資格 加害人同時為受保護管束人者 執行保護管束之檢查機關關護人 應協調直察室縣市衛生主管機關 執行加害人處於計畫 並督促受保護管束人履行之 前向加害人經關護人督促 仍不履行加害人處於計畫 或有不遵守該計畫內容之行為 情結重大者 檢察官得通知員執行監獄 請法務部撤銷假釋 或向法院申請撤銷緩行之宣告 宣讀完畢 徵定第112條之一 照協商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 繼續進行三讀 請問院會有意 無意 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第10條 主管機關應以首長為教職人 邀級兒童及少年福利相關學者或專家 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代表 兒童及少年代表 先條研究審議諮詢及推動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 前向兒童及少年福利相關學者專家 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 兒童及少年代表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單異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第13條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應進行六歲以下兒童死亡原因回溯分析 並定期公布分析結果 主管機關應每四年對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 社會參與生活及需求現況進行調查統計及分析並公布結果 第21條之一 主管機關應對被收養兒童及少年出養人 收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提供尋親服務 必要使得請求護身警政或其他相關機關或機構協助 受請求日機關或機構應與配合 主管機關得益被收養兒童及少年出養人 收養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提供請求 提供心理 醫療 法律及其他相關諮詢轉介服務 第41條 為去保護同期少年之遊戲及休閒權力 促進其身心健康處法律令有規定外 高級中的影校學校學生每週學習結束 應依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定定之課程方向規定 其課業輔導課程依各級教育主管機關之法令規定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要求同期少年事務領域之專家學者 民間團體代表 同期少年代表參與課程方向之設計與規劃 第43條 同期少年不得為下列行為 1. 心煙飲酒絕檳榔 2. 適用毒品 非防適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 3. 觀看閱覽收聽或使用有害其身心健康之暴力 血腥色情猥褻賊賭博接觸版品 圖畫錄影節目等影片光碟磁片 電子訊號遊戲軟體網絡網絡網絡內容或其他物品 4. 在道路上禁食禁忌或以蛇行等危險方式架設或參與其行為 5. 超過合理時間持續使用電子類成品 至有害身心健康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 應制止兒童及少年為前項各款行為 任何人均不得販賣交付或供應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真物質物品與兒童及少年 任何人均不得對兒童及少年散布或播送 第一項第三款之內容或物品 第49條 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不得有效列行為 1. 遺棄而身心對虐待 3. 利用兒童及少年從事有害健康等危害性活動或欺騙之行為 4. 利用身心照顏或特殊形體兒童及少年公然參觀 5. 利用兒童及少年興起 6. 剝奪或妨礙兒童及少年接受國民教育職機會 7. 強迫兒童及少年婚嫁 8. 拐騙、綁架、買賣制壓兒童及少年 9. 強迫引誘、容留或媒介兒童及少年為猥褻行為或性交 10. 供應兒童及少年刀寫、槍、槍、彈藥或其他危險物品 11. 利用兒童及少年拍攝或錄製暴力、血刑 11. 色情為一些性交或其他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之出版品 12. 圖畫、錄影、節目、影片、光碟、詞片、電子訊號、遊戲軟體、網際網路內容或性交物品 12. 迫使或幼時兒童及少年處於對其生命、身體異發生、累極危險或傷害之環境 13. 代理或幼時兒童及少年進入有愛其身心健康之場所 14. 強迫引誘、容留或媒介兒童及少年為自殺行為 15. 其他對兒童及少年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 15. 前項行為經直下是縣市主管機關1.第97條規定採訪者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採訪資料 供政府機關構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統一支機構、法人或團體查詢 第53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教育服務人員、警察、司法人員、移民業務人員、護照人員、村里幹涉及其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人員 於執行業務時執行兒童及少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用歷其向指向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 支持不得超過14小時 1. 使用毒品非防止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症性健康之物質 2. 充當第47條第一項場所之適應 3. 遭受第49條第一項各環制行為 4. 有第51條之情形 5. 有第56條第一項各環制情形 6. 遭受其他傷害之情形 任何人知性兒童及少年有前項各環制行者 得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知性或監獲通報前二項案件時應用立即進行分級分類處理 支持不得超過14小時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第一項各環制後應提出調查報告 第一項起地上通報人知身份資料應保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提出第四項調查報告前得對兒童及少年進行訪視 訪視嫌有困難或同其少年刑方不明 經警察機關處理尋常畏果身有犯罪嫌疑者 得經司法警察機關報警檢查機關處理 第一項至第四項通報分級分類處理 調查與其作業期存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本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制 第五十四條 醫事人員 社會工作人員 教育人員 保育人員 教保服務人員 警察司法人員 移民業務人員 護照人員 村里幹事 村里長 公益大廈管理 服務人員 及其其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人員 於執行業務時執行6歲以下兒童為依規定 辦理出生登記 預防接種或兒童及少年 家庭遭遇經濟 教養 婚姻 醫療或其他不利處境 至兒童及少年有畏或適當奏 固執與因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接獲前項通報後 應對前項家庭進行仿視評估 並涉及需要結合警政 交易 護政 衛生 財政 金融管理 勞政 移民 或其他相關機關提供生活 醫療 舊學 托育及其他必要之協助 中央主管機關為蒐集 處理 利用檢調及第一項義務所需之必要資料 得洽檢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供之 受請求者有配合提供資訊之義務 第二項 訪視嫌有困難 或兒童及少年刑方不明 經警察機關處理 刑場未過 涉有分罪嫌疑者 得經司法警察機關報警檢查機關處理 第一項 通報難至身份資料 英語保密 第一項至第三項 通報協助 資訊 搜集 處理 利用 查詢及其他相關事想資本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資 第五十六條 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管情形之一 折植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與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 必要捨得進行緊急安置 一 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 二 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求醫 三 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 栓心虐待 買賣之養 被強迫或引誘 從事不正當之行為護工作 四 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利及安置 難以有項保護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已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 應經與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 經多元評估後 將項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前二項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評估第一項各款兒童及少年之私命 身體或自由 有立即危險或有危險之餘者 應移送當地司法警察機關報請檢查機關處理 第一項兒童及少年之安置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本利 家庭寄養或交付適當之親屬第三人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安置機構教養之 第六十二條 兒童及少年因家庭發生重大變故 既無法專長生活遇行家庭者 其父母監護人 利害關係人或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得申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安置或輔助 前項安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本利 家庭寄養 交付適當著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安置機構教養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寄養家庭或機構 以第一項規定在安置兒童及少年之範圍內 行使負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 第一項之家庭情況改善者 被安置至兒童及少年仁德返回其家庭 並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訓誉追蹤輔導至少一年 第二項及第五十六條 第五項之家庭寄養 其寄養條件程序與受寄養家庭之資格許可 多等考核及獎勵之規定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資 第六十三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一第五十六條 第五項或前條第二項 對兒童及少年為安置時應受寄養家庭或安置機構 提供兒童及少年必要服務所需之生活費 衛生保健費 學責費 代收代班費 其其他與安置有關費用 得向撫養義務人收取 其收費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資 第六十四條 兒童及少年有第四十九條 第一項或第五十六條 第一項各款情勢 互屬目睹家庭暴力制兒童及少年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列為保護個案者 該主管機關應於三個月內提出兒童及少年家庭處育計畫 必要時得委託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團體辦理 前項處育計畫得包括家庭功能評估 兒童及少年安全與安置評估 親職教育 心理輔導 精神治療 經營治療 或其他與維護兒童及少年或其他家庭正常功能 有關的協助及福利服務方案 處育計畫支持是兒童及少年本人 父母監護人 其他實際照顧統及少年之人或其他有關之人應與配合 第一項之保護個案 其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之人 便跟住居所或通訊方式 應告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現兒童及少年刑風不明 經警察機關處理 尋常畏過 身有份罪嫌疑者得經司法尋常機關報警 檢查機關處理 第七十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就本法規定時箱必要時的自行或委託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團體或其他適當之專業人員進行訪視調查及處遇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受其委託之機構團體或專業人員進行訪視調查及處遇時 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 其他實際照顧統及少年之人 市長 雇主 醫師人員及其他有關之人應與配合 並提供相關資料 該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請求警政 護政 財政 交易或其他相關機關購協助 受請求之機關購應與配合 為辦理各項額頭及少年保護補助與輔助業務所需之必要資料 主管機關得恰請相關機關購團體法人或個人提供之 受請求者由配合提供資訊之義務 主管機關以前二項規定所取得之資料 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確實辦理資訊安全及合作業 其保有處理及利用 並應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 第七十條之一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受其委託之機關團體 專業人員進行簽調方式 調查及處遇遭拒絕合理懷疑兒童及少年有危險 危險之餘或有客觀實實任有必要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請求警察機關 對於住宅建築或其他處所 為即時強制進入或為其他必要處置 警察機關得一 前向請求派員執行者 即時強制進入 執行者應主動出示身份證監病的詢問關係人 第七十五條之一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為配合國家政策 委託非營利性職法人 辦理拖鷹裝新 早期療癒機構安置及教養機構 去用國有土地或建築物者 得有國有財產管理機關 以出租方式提供使用 其租金基準 按該土地及建築物當其依法 應繳納之低價稅及房屋稅 寄收年租金 第七十六條 第二十三條 第一項 第十二款所生兒童客戶 照顧服務 指招收國民小學階段兒童 於學校上課以外 時間鎖定工資照顧服務 前向兒童客後照顧服務 得由各該教育主管機關 指定國民小學 辦理兒童客戶照顧服務班 或由鄉鎮市區公所私人團體 申請設立兒童客後 照顧服務中心辦理之 前向兒童客後照顧服務班 與兒童客後照顧服務中心之 申請設立收費項目 用途與基準管理設施設備 改制人員資格與不是認知 認定通報 資訊蒐集 詳詢處理 利用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執辦 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定資 直下市縣市主管機關為辦理兒童客戶照顧服務班 及中心應召開審議會 由機關首長或指定之代理人為召集人 成員應包含機關代表 教育學者專家家長團體代表 婦女團體代表 公益教保團體代表 勞工團體代表 與兒童及少年福利團體代表等 第七十七條之一 脫鷹中心應裝設監視錄影設備 前項監視錄影設備之設置 管理與設錄影音資料之處理 利用查閱保存方法 保存方式與期限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資 第八十一條 有下列前世質疑者 不得擔任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負責人或工作人員 以曾犯性性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之罪 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之罪 而同期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之罪 而同期少年性剝去防治條例之罪 經緩起訴處分或有罪判決決定 但未滿十八歲之人 犯規法第二十七條之罪則不在此間 二有第四十九條第一項各款鎖定行為之一 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三有客觀事實任由傷害兒童少年之餘 經主管機關認定不能執行職務 四有客觀事實任由性侵害性騷擾 性霸凌行為經有關機關購物學校查證屬實 有前項第二款或第四款之行為 不得擔任負責人或工作人員之期間 由主管機關審卓期間嚴重程度認定 第一項第三款之認定應有主管機關邀請 相關專科醫師、兒童少年福利及其他相關學者專家組成小組為之 第一項第三款原因修飾後人的一本法規定 擔任同期少年福利機構之負責人或工作人員 主管機關應主動查證兒童少年福利機構負責人 是否有第一項各款情勢 而同期少年福利機構聘雇工作人員之前 應主動查詢 受請求查詢機關應協助強附 而同期少年福利機構聘雇工作人員前 應檢據相關名測資格證明文件贏本 切解書健康檢查表贏本 最近三個月內核發者警察刑事記錄證明書 及其他基本資料報主管機關核准 主管機關應主動查詢並的派員檢查人員異動時一同 現職工作人員有第一項各款情勢之一者 而同期少年福利機構應急停止其職務 並得予以調職資前令其退休或終止勞動契約 未辦理同期少年福利機構第一項各款不適任資格之認定 資訊搜集處理利用查詢及其他相關事上資本榜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八十一條之一 有效率情勢之一者不得單人兒童課後 照顧福利班及中心之負責人或工作人員 一 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之罪 性騷腦防治法第二十五條之罪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之罪 兒童及少年性博士防治條例之罪 兒童及少年性博士防治條例之罪 經還其訴處分或有罪判決確定 但未滿十八歲之人犯行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罪 者不在此限 二 有性侵害行為或有情節重大制性騷腦性罷令 第四十九條第一項各款所定行為之一 經教育主管機關查證屬實 二 有非處情節重大制性騷腦性罷令 第四十九條第一項各款所定行為之一 教育主管機關認定有必要予以解聘或解雇 並審除案件請前認定一年至四年不得聘用或僱用 四 有客觀事實任有傷害兒童及傷害兒童少年之餘 經教育主管機關認定不能執行職務 兒童客戶將顧服務中心之負責人 有前項各款情勢之一者 教育主管機關應廢止其設立許可 第一項第四款是認定 應由教育主管機關邀請相關專科醫師 兒童少年福利及其他相關學者專家組成小組為之 第一項第四款原因消失後 仍得一本法規定擔任兒童客後 因應主動查詢 受請求查詢機關應協助查夫 兒童客後 張國福頒其中心聘務工作人員前 應檢舉名冊 並檢付資格證明文件一本 且檢出健康檢查表一本 最近三個月內合法治警察刑事記錄證明書 及其他相關文件 報教育主管機關核准 教育主管機關應主動查詢並得派員檢查 人員異動時異同 但限職教士及任職工作人員的免付相關文件 限職工作人員有第一項各款情勢之一者 兒童客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 應急停止其職務 並得予以調職資遣令及退休或終止勞動契約 兒童客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 辦理第一項各款 不適任資格之認定通報資訊搜集 任職前與任職體驗之查詢 處理利用及其他相關學校執奔法 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定制 第八十九條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三項 第五十三條第五項第五十四條 第五項第六十六條第二項或第六十九條 第三項而無正當理由者 處心臺比二萬元上十萬元下黃昏 第九十條違反第二十六條 第一項規定為辦理居家室托育服務登記者 處心臺比六千元上三萬元下黃昏 並命其限期改善 即其為改善者處心臺比六千元上三萬元下黃昏 並命其於一個月內 將收通兒童予以轉介 未能轉介時由職場市縣市主管機關協助轉介 此項限期改善期間 此項規定是主管機關應急通知家長 並且住居家室托育服務提供者 以家長醫院轉介且加強訪視輔導 聚部配合的第一項轉介之命令者 處心臺比六千元上三萬元下黃昏 此項規定是主管機關並應強制轉介 其收拖至兒童 第一項限期改善期間 居家室托育服務提供者 不得增加收拖兒童 違反者處心臺比六千元以上 三萬元下黃昏病的暗次處罰 職場市縣市主管機關並應強制轉介 及收拖至兒童 違反第六十六條第四項規定 或一第五項鎖定奔訪 有關收拖人數登記或輔導結果 列入應改善而藉其未改善之規定者 處心臺比六千元上 三萬元下黃昏病的暗次處罰 其情節重大或經處罰三次後 仍未改善者的廢止期登記 經一簽證廢紙登記者 自廢紙之任期一年內 不得辦理登記為居家室托育服務提供者 違反第六十六條之一第四項規定 不依止暇失縣市主管機關制命令 停止服務者處心臺比六萬元上 三十萬元下黃昏 令得公布其姓名 第九十一條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 違反第四十三條第二項規定 情節嚴重者處心臺比一萬元上五萬元下黃昏 販賣交付或供應酒或檳榔與兒童及少年者 處心臺比一萬元上十萬元下黃昏 販賣交付或供應毒品非法供應管制藥品 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與兒童及少年者 處心臺比六萬元上三十萬元下黃昏 販賣交付或供應有關暴利 寫心色情或違憲出版品 圖畫錄影節目帶影片光碟電子訊號 遊戲軟體或其他物品與兒童及少年者 處心臺比二萬元上十萬元下黃昏 違反第四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者 處心臺比一第四十五條及第九十三條規定辦理外 處心臺比五萬元上二十萬元下黃昏 並公布其姓名或名稱 即命其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的案次處罰 情節嚴重者並得由主管機關疫情目的失業主管機關 勒令停業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第九十七條規反第四十九條 第一項各款規定之一者 處心臺比六萬元上六十萬元下黃昏 並得公布其姓名或名稱 第一百條醫生人員 社會工作人員 教保人員 保護人員 教保服務人員 警察司法人員 移民業務人員 護證人員 村裡幹事或其他執行兒童及十二年福利業務人員 違反第五十三條第一項通報規定 而無正當理由 處心臺比六千元上六萬元下黃昏 第105條之一 兒童及十二年福利機構 違反第八十一條 第五項或第七項規定者 由設立許可機關處心臺比五萬元上二十萬元下黃昏 並命其限期改善 及其為改善者的案次處罰 必要時並命其提門或廢止其順利許可 第105條之二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違反第八十一條之一 第五項之第七項規定者 由教育主管機關處負責任 新臺比五萬元上二十萬元下黃昏 並命其限期更生 及其為改善者的案次處罰 必要時並命其提門或廢止其順利許可 第107條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違反第八十三條 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情形之一者 由設立許可主管機關處心臺比六萬元上 六十萬元下黃昏 並命其限期改善 及其為改善者的案次處罰 及且嚴重者的命其停辦一個月以上 一年以上或停辦並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任姓名 未經許可從事同期少年福利機構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業務 請當地主管機關或教育主管機關 以第105條第一項規定命其限期改善 限期改善期間有第83條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情形之一者 由當地主管機關或教育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辦理 第108條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兒童 請客戶照顧服務班及中心違反第83條第五款至第11款規定之一者 或異第84條第三項所提辦法 平靜為兵等或丁等者 經設立許可主管機關命其限期改善 及其為改善者 除新鞋批三位允傷三十萬元下環並難自處罰 情節嚴重者並命其停辦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並公布其名稱 前二條及前項規定並其停辦 拒故遵存或停辦期限屆門為改善者 設立許可主管機關應廢止其設立許可 第1百十二條之一 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治條例 刑法妨害性自主追徵 殺人罪狀及傷害罪狀之罪 而受緩刑宣告者 在緩刑期內應付保護管束 法院為前項宣告時的委託專業人員團體機構 評估除險無必要者外 應命被告於保護管束期間內遵守下令一款或輸款事項 1. 禁止對兒童及少年實施特定不法侵害之行為 2. 完成加害人處於計畫 3. 其他保護被害人知識項 犯定性罪之受刑人精甲是處於 副保護管束者準用前項規定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應會同 法務主管機關訂定加害人處於計畫規份 其內容包括項列各款 1. 對加害人實施認知 教育輔導 心理輔導 精神治療 建影治療 或其他輔導治療 2. 處於計畫之評估標準 3. 司法機關及加害人處於計畫 至執行機關構間至聯繫及評估制度 4. 執行機關構之資格 加害人同行為受保護管束人者 執行保護管束之檢查機關關護人 應協調直轄室縣市衛生主管機關執行加害人處於計畫 並督促受保護管束人履行之 前向加害人經關護人督促 仍不履行加害人處於計畫 或有不遵守該計畫內容之行為 情節助納者檢察官的通知員 執行監獄典獄長 報警法務部邀請講師 或向法院申請撤銷緩刑之宣告 宣讀完畢 三讀條文與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 無文字修正 《決議》 《決議》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增定第21條之一 第70條之一 第75條之一 第77條之一 第81條之一 第105條之一 第105條之二 及第112條之一條文 並將第10條 第13條 第41條 第43條 第49條 第53條 第54條 第56條 第62條之第64條 第70條 第76條 第81條 第89條 第90條 第91條 第97條 第100條 第107條 及第108條 條文 修正通過 繼續處理審查會及黨團協商手奏之附帶決議 請議事人員一併宣讀附帶決議之內容 審查會所作附帶決議四項 為避免兒童及少年飲酒 請財政部 以研究管理法 針對酒品質廣告促銷及僅於標示強化管理 另請衛生福利部加強督導地方政府 以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落實執行相關規定 並於六個月內分別辦理成果 書面報告送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按我兒童權力公約首次國家報告 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第46點 國際審查委員明確指出 建議政府立法 確保所有替代性照顧的兒少安置均由家事法庭裁定之 委員會特別關注在沒有法院接入 評估安置是否必要及是否符合兒少最佳利益下 卻允許父母可自行安置子女 可見國際審查委員對於委託安置及機構自修兒少個案之做法深有益力 原請衛生福利部於下一波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之修法 依據上開結論性意見通盤檢討修正相關條文 復衛維護兒童及少年及最佳利益並保障其表役之權利 請衛生福利部檢討委託安置及機構自修兒少個案之現行做法 並於六個月內訂定相關處理流程 於流程中納入兒少之意見以確保兒少之表役權 三 按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及聯合國兒童替代性照顧準則 兒童及少年安置應以親屬照顧優先為原則 原位落實前開原則請衛生福利部檢討於兒童及少年福利相關規定 針對親屬照顧增定經費補助及支持措施 且其補助資格不以社會救助資格違憲 因依實際照顧需求參考相關社會福利津貼領取資格定之 四 未避免兒童及少年成名遊戲軟體網際網路內容 電子類產品和手機APP等新興軟硬體 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邀及衛生福利部 教育部經濟部文化部內政部等相關單位 於二個月內召開管理經濟會議研議具體可行策略 並提書面報告送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協商結論所作附帶決議一項 為使一般民眾更為重視兒虐案件 激發民眾正義感針對兒虐案件勇於制止通報 共同關心受虐兒少 請衛生福利部加強宣導暴力零容忍理念 並積極推動社區初級預防相關計畫 強化一般民眾兒少保護意識 及早發現受虐兒少並落實通報 宣讀完畢 針對黨團協商手奏之附帶決議 請問院會有意 無意決定招案通過 報院會 本年度社會關注的酒駕以及內同案 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 我們已經大概都已完成 除了酒駕的刑法上代處理之外 那麼本案完成立法之後 由委員登記發言 首先我們請徐委員志榮 發言時間兩分鐘 主席各位同仁 各位媒體好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是3月29日 我們終於在傅佑節前夕完成 歐少法的審查及完成三讀 這多必須感謝立法院各黨團委員們的 有志一同協助修法 也謝謝衛福部的努力 讓行政院版的歐少法 在最後一扣 也就是3月25日 也加入了協商 也看到了我們立法院的效力 在今天完成三讀 志榮身為排省招委 在此要深深的感謝大家的努力 保護熬童少年平安健康長大 是我們的基本責任 歐少法修法今天完成三讀 雖然過程中有些期見 但守信大家都能一宗求同 讓這部法案能快速完成 最後雖然今天完整三讀 但志榮也要提醒各個相關行政部門 修法只是一小步 期待今天過後 我們各級行政部門都能夠切實的執行 各項熬哨的保護工作 讓我們國家未來的主人翁都能夠平安快樂 讓我們一起為保護熬哨努力 謝謝 謝謝徐委員 下一位我們請黎委員立芬 主席各位委員 很高興在朝野立委共同努力下 兒少法可以這麼快完成修法 以往兒少保護工作都是以社工為主 社工除了要輔導案家 還要證明兒少有受虐的事實 才能以請檢察官偵辦 因此我在這次的修法中 特別提出檢警及早介入兒虐案件的修正條文 只要社工認為兒少的生命身體自由有利己危險 或可能有危險 就能以請警察報請檢察機關處理 讓社工可以專心服務案家 犯罪調查就回歸到檢警身上 同時考量家長帶著孩子刑方不敏視而虐的重大警訊 我也要求兒少保護個案的家長 如果要變更住居所或通訊方式 應主動告知主管機關 社工要是發現孩子不見 警察也找不到孩子 且評估有犯罪嫌疑的話 也能以請檢察機關處理 希望透過公權力的積極介入 阻止更多漢事發生 此外為了避免不適任人員 在誘託機構、校園間流竄 我也要求衛福部建立裁法資料庫 供各機關查詢 機構在聘用工作人員之前 要跟主管機關查證應聘人 是否為不適任人員 除了額略相關條文之外 我也提出地方政府兒少權益促進委員會 應納入兒少代表 以及兒少福利機構配合國家政策 需用國有土地可以享有優惠的修正條文 再次感謝各位委員部分朝野大力支持 希望新法上路後 能夠真正的來健全社會安全網 避免額虐事件一再發生 謝謝李委員 下一位我們請蔣委員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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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非常多起兒虐的案件 我想大家印象非常深刻 一位狠心的父親 只因為肉丸沒有加辣 就痛打他的兒子 年僅12歲 骨瘦如柴的男孩子 背對著父親 我今天還特別在看了這次新聞 狠心的父親 甚至拿起鐵條 再一次不斷的抽打這個孩子 這個孩子不斷的哭喊 爸爸可不可以不要這樣 他的媽媽也講出 在他小時候 甚至兒子跟他講 我可不可以死掉 我想這些層出不窮的 這些女兒案件 造成今天我們立法院不分朝野 能夠這麼快速的完成修法 台灣的女兒案件 通報數從近五年三萬多件 到四萬五千多件 雖然說民眾有警覺心 但是女兒致死的案件 卻從五年前四十八人 增加三點二倍到一百五十五名 這次的修法重點 很高興我所提出 五十三條五十六條的立法精神 能夠被納入 也就是對於司法警察相關的調查權 能夠起早介入 讓社工員不再孤立無援 孩子是我們每個家庭的寶貝 更是台灣社會的未來 我希望今天兒院相關的修法三讀過後 未來在執行落實上面 能夠包括設政 警政單位 一同來努力 確保我們的孩子 能夠在安全健康的環境中成長 這也是在婦幼節前夕 我們立法院送給全國兒童最好的禮物 謝謝蔣委員 下一位請吳委員裕琴 主席 各位委員 今天很高興我們兒少全議法 在朝野的努力下 一個月內就完成了三讀 我想這是我們立法院積極來面對兒虐的事件 特別在這次修法裡面 有幾個具體的一個條文 譬如說第53條 第54條 第64條 這三個條文我們加入了 仿視嫌有困難或兒少刑方不明 經警察機關處理 協詢未果 涉有犯罪嫌疑者 得由司法機關 報請檢察官來處理 還有第56條 特別是第56條 對於應該保護、安置或緊急安置之兒少 主管機關得請求檢警協助 其中加入了 如果有立即危險或有危險之餘者 應移送當地司法警察機關 報請檢察官處理 這四個條文具體的措施 確實在強化我們這次兒少案件處益不足的一個問題 讓基層的社工有法律的依據 來協請我們檢調單位處理 也是這次修法最重要的一個進步 當前衛福部已經訂出了一個社會安全網計畫 並大量的補充基層的社工網、社工人力 如果未來加上警察以及檢察官的一個協助 建立起保護網 加上我們還有81條、81條之一的防囊師的一個條款 讓我們能夠把兒少的一個保護 是每一個社區的每一個人一起來關注 各部會各層級的政府也都動起來 我相信我們可以讓社區的一個兒少 能夠有一個好的一個環境 讓我們一起來攜手建立一個友善兒少的社會 兒童是我們的寶貝 我們一起來努力 謝謝 謝謝吳委員 下一位請陳委員敬敏 主席各位同仁 我想近期這一個兒虐事件的發生 讓我們對兒戶 兒少保護的一個議題再度浮上檯面 在憤慨之餘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需要透過制度層面的改進 來杜絕兒虐的一個發生 在這邊要特別感謝各位委員同仁的共同努力 快速而且完善的將法案三讀通過 讓兒少的保護更加的一個完整 在這一次的修法 我也本著一個護理師的角度提出修正 相信大家都認同預防勝於治療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兒虐事件也是同樣的一個道理 從源頭杜絕 絕對是最有效的一個方式 為了避免學齡前的兒童 比較少有機會跟家庭以外的人接觸 而且也較沒有能力求援 所以我因此要求 將六歲以下的孩童 如果沒有接受出生登記 或者是按時預防接種 都納入作為需要通報的一個情境 也就是在防範兒童疏忽的發生 讓醫護對兒少保護 能夠更盡一份的一個心力 此外對於這次的修法 我也強調要對通報人的身份有所保護 雖然現在通報的數量不斷的一個上升 但是我們也不可諱言的 還是有很多的個案是因為不敢通報 而沒有辦法讓我們及早介入發生憾事 所以這一次的修法 除了要鼓勵大家勇於通報以外 更期待能夠落實開案輔導及安置 及早讓小朋友帶離可能的危害的一個場域 那最後在婦幼節的前夕 兒少法的三讀通過 我覺得是特別有意義 我希望兒童節不只是讓兒童節當天 讓小朋友免於危害 更要在日後每個平凡的日子 都能夠讓小朋友快樂安心的一個成長 謝謝 謝謝陳委員 下一位請劉委員建國 謝謝主席 各位同仁 針對額內平傳本次蕙琦的第一次委員會 本期就立即召開專案報告 然後我們徐昭偉也在輪子的第一天 就把這個法案的審查盡速排審 再火速兒童節的前例中刪讀正式通過 在這邊要特別感謝李立芬委員 有特別的新的思維 也要感謝衛環委員會 徐志榮 召為 還有吳毅群委員 陳建民委員等 各位衛環委員大家共同的努力 讓院辦也可以及時納入 充分的討論 那本期提案的49548990108 也都可以在順利的經過審查之後來通過 特別針對549條便是針對 6歲以下兒童 強化對高風險家庭通報及處理之相關規定 為如期辦理出身登記 預防接種之家庭 能夠及早被通報及關懷 也讓司法可以及早介入兒少保護的調查程序 以求盡早盡速確保兒少之安全 針對及其托育機構虐童案 在本席提案108條中 規範機構評鑑等級兵或盯者 應立即改善 未立即改善者可要求停辦 如能不配合 最重可廢除設立許可 以確實監督托育機構 給兒少一個安全的生產環境 是國家的責任 此次修法不是完結 相關的工部門的盲點 也必須要再一次的來做相關的一些調整 大家面對整個在執行兒少 安全的環境過程裡面 不是只有一步兒少法 就可以來達到一定程度的成效 所以我希望讓這個經過再修正的 兒少的一個法規 也讓工部門可以在整個執行面向 再重新的做一些調整 讓台灣的小朋友們 在這個民主進步自由的國家 都可以快快樂樂的成長 謝謝劉委員 下一位請陳委員一傑 主席各位同仁 根據衛福部的統治資料 106年肆虐兒少者有3977人 其中就有3031人的身份 是父母或養父母 107年到第一季的第三季 這兩季的肆虐兒少者也有2972人 那其中呢 2350人的身份也是父母或養父母 而這其中106年 遭父母、監護人、照顧者等 虐待自死或殺害的兒少 106年就高達27人 107年的第一季到第三季也有12人 那顯見肆虐兒少者的兇手 多半是離他身邊最親近的親人 那另外呢 同樣根據衛福部統計的資料 各地方政府社工人員 遭暴力、威脅或辱罵等人生安全事件 每年也都超過5000人次 那顯見我們的社工也籠罩職場暴力的因應 再依據台北市社會工作室的工會 2017年公布的問卷調查結果 有近8成的社工失職業史也曾遭受到威脅或潛在威脅 那其中過半遭言語暴力 9%遭肢體威脅 那14%是兩者都有 更有人一年內被威脅到30到50次 那從剛剛我們所舉出來的這兩個統計資料有一個結論 那就是受虐兒童多半是被身邊 照顧他的父母監護人、照顧者施虐 那當社工進入到這類家庭的時候 多半也有潛在威脅的機會 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邀請了 威福部、警政署、法務部、司法院等單位 了解各單位面臨的狀況與建議 最後透過親民黨黨團提出修正動議 透過法律的授權讓社工及警察都能充分合作 只要合理懷疑兒童及少年有危險或危險之餘時 讓社工對於高風險的家庭能夠在警察的協助下提早進行仿視 調查兒哨的狀況 也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來減少虐童的憾事發生 那在這裡很高興 衛環委員會審查兒哨法時能夠參考親民黨黨團 謝謝陳委員 你那個記錄,你最後沒有聲音的記錄送給公報處 好不好,我們把它納入記錄 好,那麼所有登記發言的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二案 公共場所母乳普育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於106年5月10日 舉行決定委員會議審查本案 會議由李肇集委員葉宇酬擔任主席 衛生福利部常務次長蔡森田等分辨硬要列席說明備詢 與會員於聽取說明群答及大題討論後 全集對訪案進行逐條審查及準密討論 經在場委員充分溝通交換英交號達成公式 將權案審查玩具 原親決議並按典具審查報告提報約會 本案與院會進行額度前需交由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本案時有李肇集委員燕秀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李委員燕秀補充說明 本案今審查會決議需交由黨團協商 法院會本案先已完成協商 請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法案名稱 委員盧秀燕等25人 委員邱志偉等22人 委員王玉銘等17人 分別擬據公共場所母乳捕育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三案 協商時間108年3月22日 協商地點立法院紅樓101會議室 協商結論 張啟臣 柯建明 陳敬明 劉建國 吳智陽 陳一明 管碧琳 何欣存 徐永明 陳一傑 李鴻軍 周承秀俠 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意 無意本案逐條討論時 建議協商結論處理 公共藏手母乳普遇條例 請宣讀第二條 第二條 本條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委衛生福利部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宣室為縣市政府 宣讀完畢 第二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五條 第五條 下列公共場所應設置補給入市公民眾使用 並有明顯表示 以提供民眾申辦業務或服務之場所 從樓地板面積500平方公尺以上之政府機關購 二 營業場所總樓地板面積500公尺以上之公營事業 三 服務場所總樓地板面積1000平方公尺以上之 鐵路車站 航空站 捷運交會轉傳站及進出站 含轉成人次達該捷運路線運量前10%之捷運車站 四 營業場所總樓地板面積5000平方公尺以上之百戶公司 零售市量販店 國際觀光旅館及一般觀光旅館 五 鐵路對號列車及高速鐵路列車 但通勤列車不在此線 六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 前項公共場所如有不適合設置補給入市正當理由 經中央主管機關合轉者得不設置之 第一項補給入市之基本設備安全採光通風及管理 維護或使用等其他相關事上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宣讀完畢 第五條 照協商條文通過 增訂第五條之一 第五條之一 舉辦大型戶外活動時 應設置臨時補給入市設施 其大型戶外活動人數條件類別及相關標準由主管機關定定之 宣讀完畢 增訂第五條之一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增訂第七條之一 第七條之一 補給入市因設為獨立空間 不得與其他空間共同使用 宣讀完畢 增訂第七條之一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九條 第九條 違反第五條 第三項 鎖定標準者 指向日或縣市主管機關 應將一圈倒並命氣掀起改善 進行為改善者儲新台幣二萬元上十萬元下 法環並暗自處罰 宣讀完畢 第九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十條 第十條 違反第六條 第二項規定規避防禦或拒絕檢查出場或未提供必要 支援助者儲新台幣四千元上二萬元下法環 違反第七條之一規定 會將母親主事身為獨立空間者 指向日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將一圈倒並命氣掀起改善 藉其為改善者儲新台幣二位元上十萬元下法環並暗自處罰 宣讀完畢 第十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刪讀 請問願會有意 無意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委員會社福利部 在九小時為九小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五條 下列公共場所 應設置補給輸失公民眾使用 並有明顯表示 一 提供民眾身扮業務或服務之場所 總樓地板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至政府機關購 二 營業場所總樓地板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至公營職業 三 服務場所總樓地板面積一仙平方公尺以上至 鐵路車站 航空站 捷運交會轉存站及 進出站 含轉乘人次達該捷運路線運量前百分之十之捷運車站 四 營業場所總樓地板面積五千平方公尺以上至百貨公司 零售適量分店 國際觀光旅館及一般觀光旅館 五 鐵路對號列車起高速鐵路列車但通勤列車不在此線 六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 前向觀光場所如有不適合遜置補給輸失之正當理由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存者的不設置之 第一項補給輸失之基本設備安全採光通風及管理 維護或使用等其他相關事項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條之一 舉辦大型戶外活動時應設置臨時補給輸設施 其大型戶外活動人數條件類備及相關標準由主管機關定定之 第七條之一 補給輸失應設為獨立空間不得與其他空間共同使用 第九條 違本第五條 第一項規定 未設置補給輸失或設置而無明顯標示者 直向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將以勸到 並命其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儲新臺幣二位元以上十萬元下防環並得暗刺處方 設置補給輸失違本第五條 第三項鎖定標準者 直向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將以勸到 並命其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儲新臺幣二位元以上十萬元下防環並得暗刺處方 第十條 違反第六條 第二項規定 規定防安或拒絕檢查 儲少或未提供必要制協助者 儲新臺幣四千元以上二位元下防環 違反第七條 第一規定 未將補給輸失設為獨立空間者 直向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將以勸到 並命其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儲新臺幣二位元以上十萬元下防環並得暗刺處方 宣讀完畢 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有文字修正 五文字修正 決議公共藏手母乳譜譽條例 增定第五條之一及第七條之一條文 並將第二條 第五條 第九條 及第十條條文修正通過 現在進行討論四項第三案 強迫入學條例 第十二條 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北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於108年3月13日 召開決定委員會議 並案審查本案 會議由教育委員高清素梅擔任主席 會中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指 交通部部長判問中及相關人員 亦列習報告一件並被質詢 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尋討後 進行逐條討論完成本案審查 本案兵案審查 王俊提起約會公爵 約會討論前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約會討論本案時 由高清召集委員素梅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高清委員素梅補充說明 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 不需再交由黨團協商 請問院會有意 無意本案經一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強迫入學條例 請宣讀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 市領國民因身心障礙或健康條件 達到不能入學這程度 經公立醫療機構證明者 得核定證文入學 但健康恢復後仍應入學 宣讀完畢 第十二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十三條 維持現行條文 第十四條 直查是極限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應主動調查 應地區偏遠路途遙遠 無法當日往返上學之學生 學校應提供勝訴設備 交通或其他有效措施 宣讀完畢 第十四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請問院會有意 無意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第十二條 市民國民因身心障礙或健康條件 達到不能入學之程度 經公立醫療機構證明者 得核定證還入學 但健康恢復後仍應入學 第十四條 直查涉及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應主動調查應地區偏遠路途遙遠 無法當日往返上學之學生 學校應提供勝訴設備 交通或其他有效措施 宣讀完畢 三讀條文與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有文字修正 無文字修正 決議強迫入學條例 第十二條及第十四條條文 修正通過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四案 特殊教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月教育警文化委員會 於108年3月13日 召開全庭委員會議 並案審查本案 會議由召集委員高金索美 擔任主席 會中邀請提案委員 說明提案要指 教育部部長判問中 及相關人員 亦列席報告意見 並被質詢 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 進行逐條討論 完成本案審查 本案病案審查完具庭 請願會議公決 願會討論前 不需教育黨團協商 願會討論本案時 由高金召集委員訴美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高金委員訴美補充說明 無補充說明 本案審查會決議不需再交由黨團協商 請問願會有意 無意本案審查會一件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特殊教育法 第十四條 高級中等下各教育階段學校 為辦理特殊教育應設專責單位 依實際需要 臨聘或禁用特殊教育教師 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 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前項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之臨聘 禁用及其他相關學校執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制 特殊教育專任教師 兼任導師 行政或其他職務者 其每週教學結束之標準 由各主管機關定制 宣諾完畢 第十四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六條 特殊教育學校至校長一人 其併任資格依教育人員 任用條例式規定 並應具備特殊教育之專業之能 領選併任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 比照其所設最高教育階段之學校法規之規定 特殊教育學校為辦理教務、學生事務、總務實習、 研究發展輔導等事務、 德式學校規模及業務學校 設處是一級單位 並得分組為二級單位辦事 前項一級單位至主任一人 二級單位至組長一人 一級單位主任由校長就專任教師聘監之 二級單位組長 除總務單位之組長由職員專任 輔導單位負責復健業務之組長 得由專任之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兼任外 其併由校長就專任教師聘監之 特殊教育學校達中央主管經文鎖定一定規模者 至秘書一人 相助校長處理項目由校長就專任教師聘監之 宣讀完畢 第26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增定第28條之一 第28條之一 為增進前條團隊之特殊教育之能 以立定定個別化教育計畫 各主管經文英室所屬高級中等以下 各教育階段 學校身心障礙學生之障礙類別 家長辦理普通班教師 特殊教育教師及相關人員之培訓及在職進修 並提供相關知職服務之協助 宣讀完畢 增定第28條之一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47條 第47條 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 學校辦理特殊教育之成效 主管經文英至少每四年辦理一次評鑑 婚姻學校評鑑週期並同辦理 直下市及縣市主管經文 辦理特殊教育之機校 中央主管經文英至少每四年辦理一次評鑑 前二項之評鑑相關其結果應與公布 並對評鑑成績優良者予以獎勵 為達標準者應與追蹤輔導 其相關評鑑辦法及自自反規 由各主管經文定之 宣讀完畢 第47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請問院會有意 不意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第14條 高級裝等影像各教育階段 學校未辦理教書教育 應設專者單位 依實際需要臨聘及經由特殊教育教師 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 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前向專職單位 專設制與人員專領聘 經由及其他相關學校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經關定職 特殊教育專任教師 兼任董事行政或其他職務者 其每週教學結束之標準 由各主管經關定職 第26條 特殊教育學校至校長一人 其聘任資格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規定 並應具備特殊教育至專業之難 臨選聘任程序及其他相關學生 比照其所設最高教育階段 之學校法規之規定 特殊教育學校為辦理教務 學生事務總務實習研究發展 輔導等事務 得視學校規模及業務需要 盛處是一級單位 並得分組為二級單位辦事 前向一級單位至主任一人 二級單位至組長一人 一級單位主任由校長就專任教師聘監知 二級單位組長除總務單位之組長 由支援專任輔導單位附件 負責附件業務之組長 得由專任之特殊教育相關專任人員兼人外 其餘由校長就專任教師聘監知 特殊教育學校 拿中央主管經關所定營定規模者 致秘書藝人相助校長處理相務 由校長就專任教師聘監知 第二十八條之一 為增進其條團隊之特殊教育之能 以立定定個別化教育計畫 各主管經關營士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 學校身心障礙學生之障礙類別 家常辦理普通班教師特殊教育教師及相關人員之培訓 及在職進修並提供相關職職服務之協助 第四十七條 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 學校辦理特殊教育之成校主管機關 應至少每四年辦理一次評鑑 或依學校評鑑中期並行辦理 主下市及縣市主管機關 辦理特殊教育之機校中央主管機關 應至少每四年辦理一次評鑑 前二項之評鑑項目其結果應與公布 並對評鑑成績優良者予以獎勵 為達標準者應與追蹤輔導 其相關評鑑辦法及自制法規 由各主管機關定制 宣讀完畢 三讀條文與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有文字修正 五文字修正 決議特殊教育法 增定第二十八條之一條文 並將第十四條 第二十六條及第四十七條條文修正通過 好 現在進行討論四項第五案 獎章條例 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月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於一百零三點三月十四日 召開全庭委員會議審查本案 由州召集委員村民擔任主席 並邀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人事長與相關機關指派代表列寫說明 及答覆委員詢問 本案於報告及巡談完畢 省略當體討論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州委員、村民補充說明 好、不說明 本案今審查會決議 不須再交友黨團協商 請問願會有意 無意本案今一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主條討論獎章條例 第四條 第四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頒給楷模獎章 依操守清廉有具體事蹟 足資公教人員楷模 二、奉公守法品的優良有特殊事蹟 三、搶救重大災害奮捕固身有具體事實 四、應執行職務受傷 達公教人員保險權失能標準 五、應執行職務以致死亡 六、其他優良事蹟足資精釋 宣讀完畢 第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刪讀 請問願會有意 五一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第四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頒給楷模獎章 一、操守清廉有具體事蹟足資公教人員楷模 二、奉公守法品的優良有特殊事蹟 三、搶救重大災害奮捕固身有具體事實 四、應執行職務受傷 達公教人員保險權失能標準 五、應執行職務以致死亡 六、其他優良事及足資精釋宣讀完畢 三讀條文與宣讀完畢 請問願會有文字修正 五文字修正決議獎章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通過 現在進行討論四項第六案 外疫間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議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03年3月20日召開 學廷委員會議審查本案 由召集委員段一康擔任主席 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職外 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寫說明 並党副委員詢問與會委員於報告尋 請答完畢後審略樂替討論進行逐條審查 將全案審查完畢 原今決議本案審查完畢領據審查報告 提起約會公決 約會討論前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約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段一康出席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段委員一康補充說明 吳補充說明 本案今審查會決議不需再交由黨團協商 現有時代力量黨團提出異議 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8條第二項規定 本案做如下決議 交黨團進行協商 報告院會休息十分鐘 休息之後繼續進行討論事項 現在休息 應 Aware 掩耀 勧 뭔가 冷靜 冷靜 想 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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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感谢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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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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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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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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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